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三场一甲的比赛 第一场是卡利亚利和莱切的比赛 第二场是恩伯利和弗洛西诺内的比赛 第三场是罗马和尤文的比赛 那咱们首先来看第一场 卡利亚利在主场和莱切的比赛 目前莱切排在一甲的第14名 在34轮比赛过后取得了7胜11平16辅 目前积32分 那莱切这边的话在34轮比赛过后是积36分 目前排在联赛第13名 整体来看的话 莱切目前其实在整体的一个 保级压力方面来看的话 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而卡利亚利其实现在压力蛮大的 因为现在乌迪内斯是紧落后卡利亚利三个几分 所以今年其实一甲后半区的一个竞争还是比较大的 好 咱们来看一下基本的一个情况 在网级交手方面来看的话 卡利亚利面对到莱切是取得了三胜五平两夫的成绩 那近期状态来看的话 卡利亚利是取得了三胜五平两夫 而莱切是取得了三胜三平四夫的一个成绩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近期双方算是一个误开 在网级方面的话 卡利亚利略微有一些优势 参考一下数据 三场比赛莱切在主场给到0.25的一个比较低的回报 这场比赛卡利亚利回到主场以后 亚洲初期统一给到0.25的一个低回报 在主客场相差两到三个盘口之下 现在给到0.25对于卡利亚利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在合理的基础上 咱们刚刚提到啊 在网级卡利亚利是略微有一些优势的 再加上近期啊 卡利亚利和莱切算是一个误开的一个局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如今给到一个低回报 从亚洲初期给到0.25以后 现在也没有很大的一个档位调整 只是在调整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 莱切其实近期的一个表现 我认为能够产生足够的拉力 因为他们上场比赛课长输掉的比赛 是面对到ac米兰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在面对到卡利亚利连续四场比赛 这个没有赢下莱切这一点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场比赛卡利亚利在主场给到0.25 并且保持一个低回报 对于卡利亚利来说的话 是一手正面的支持 因此的话 这场比赛咱们也是看好一手卡利亚利 好 第二场的话是恩伯利和佛罗西诺内的比赛 恩伯利的话 整体来看啊 目前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 是比较糟糕的 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17名 那目前是G29分和乌迪内斯是同样的G分 但是在竞胜球方面是落后乌迪内斯 现在也是在降级区啊 佛罗西诺内的话 目前是排在第16名 整体来看的话 佛罗西诺内目前也是有保机压力蛮大的吧 恩伯利现在是G31分啊 反正现在两个队伍整体来看 保机压力都比较大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网机交出的一个情况 恩伯利的话 目前是面对到佛罗西诺内是取得了5胜2平3负 双方其实之前一直在一蚁的联赛当中相遇啊 当时恩伯利也是有绝对的一个优势吧 那本赛季回到这个一甲联赛当中 恩伯利上场比赛是在客场1比2输给了弗罗西诺内 那近期状态来看的话 恩伯利在近10场比赛 近两场比赛的一个主场是都赢下了比赛 包括赢下都林和纳布勒斯 他们的主场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近10场比赛表现算是比较一般嘛 取得了3胜1平6负 而弗罗西诺内这边的话 近10场比赛是取得了1胜5平4负的成绩 但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 弗罗西诺内近无常比赛是没有输过的 这一点也很关键 好 那通过基本面的观察的话 可以判断恩伯利在往季有一些优势 但近期方面的话 其实两队算是误开 那咱们来参考一下数据 上场比赛弗罗西诺内在主场给到0.25低回报 0场 这场比赛亚洲初期是统一给到恩伯利 0.25的一个比较高的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 亚洲初期弗罗西诺内其实给到的一个档位 我认为对于两队来说都比较合理 弗罗西诺内近无常比赛不败的情况下 给到一个比较低的一手回报 再加上咱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恩伯利近几场比赛的一个主场表现 还是比较优势的 那在初期热度的一个情况下 后期其实弗罗西诺内的近期表现 会产生一定的拉力 因此现在给到一个高回报 我认为对于恩伯利来说 是一手非常不错的一手阻挡 所以一场比赛的话 咱们看好一手恩伯利 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三场比赛 第一场的话咱们是看好一手卡利亚利 结论是主胜防平 比分是1-0 1-1和2-1 第二场的话咱们是看好恩伯利 结论是主胜 比分是2-0 2-1和3-1 第三场的话咱们是看好游文 结论是主负防平 比分是0-0 1-1和1-2 好今天的话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感谢观看